所以在千变万化的境界当中 你都要练功夫 练什么练不动 不被外面环境所动 佛在任言经常讲 你能够这样子修成功了 你就能转境界了 你要先跟到外面境界动了 你被环境转了 你被环境转 你很苦 你不动的时候 你能转境界 那你很不自在 你很快乐 怎样不被外境所转 外面顺境 没有贪恋 外面的逆境 没有诚会 你就不为他所动 毁谤你的人 侮辱你的人 陷害你的人 若无其死 心里头迹象都不落 你成功 你转境界了 你不但不去怨恨他 你还很感激他 为什么呢 像他来考试一样 来考考你 看看你动不动心 果然不动 通过了 这好老实 我自己没受伤害 他也不造罪 对他也有好处 如果我一生气的时候 我还要报复他的时候 彼此双方都受害 你看 你一个念头 正念的时候 双方都得理 一个不正念头 双方都伤害了 这就是不为境界所转 你能转境界 法藏比丘 法藏比丘是阿弥陀佛的前身 没有成佛的时候 出家修行 他的发明叫法藏 比丘的身份 余比二十页居直佛陀 功德庄严之四 明了通达了 如一佛场 俗舍过土佛国 超过余比 这个是无量寿经上的经文 下面 老句子给我们解释 今中二十页居直佛陀 表无量佛陀 这二十页不是苏字 居直是印度 数量的一个单位名称 这个数量很大 十大数里头的一个 二十页了 是代表圆满 通常 佛常常用旗 代表圆满 在《弥陀经》上都是讲旗 七重蓝唇 七行宝树 他都是用旗 旗是什么呢 四方上下 加上当中 是这么个意思 是圆满 华阴经上通常用十 标法 因为华阴是圆九 密宗也离不开华阴 密宗用十六标法 代表圆满 二十一代表圆满 所以华言里面表发的意思 哪一宗的术语都有 那么就这个就是 无量无边 无穷无尽的 祖佛 就这个意思 法藏比丘 是 无量佛土 唯一极乐世界 这就是华言经里面 一切诸法 同时同处 唯一 一大元旗而存在 具足相应之意 那么这个讲 同时同处 我们要晓得 华言经上讲 同时同处啊 常常用夜未尘 夜矛端来做比喻 夜未尘 就是像我们刚才讲的 现在科学家讲的 原子 电子 粒子 现在 量子力学里面讲的 光子 物质里头最小的 最小的一个单位了 讲一毛端呢 正宝 佛家讲 一报跟正宝 这个一报 没有问题 正宝这个概念呢 一定要清楚 正宝就是指我自己本人 这叫正宝 我本人之外呀 都叫一报 一报是说 是像环境 我们的生活环境 那有很多人呢 是我们生活环境里面的人事环境 他算一报 不是正宝 正宝指我一个 如果你说正宝的时候 那你是正宝 我是你的一报 不包括在正宝 这个概念一定要清楚 千万不要以为 哦 正宝都是讲人生 那错了 正宝讲自己 一报里面呢 这你依靠生存的环境 人事环境 物质环境 自然环境 统统是讲的一报 你看 他也是讲的 是无量无边祝福的仨土 当然 无量无边 佛陀里面 所有一切 众生 有情无情的 都包括这几种 如果讲有情众生 讲到最高的 是祝福如来 讲到最下面的 我们肉眼能看到 云飞云动 是小动物 现在讲到更危险的 细菌 细菌也是生物 很小 肉眼看不见了 在行为静止下 放大了 我们看见了 那不同维持的空间 像我们这个世界 有六道轮回 有六道正神 除了人道 局部的出神道 我们能看见 出神道里的 还有很多 我们看不见 那么像 地狱 魔鬼 天人 跟我们 空间维持不一样 比我们维持高点 他能看到我们 我们看不到他们 看不到 不能说没有 看到了 也不能说有 这是四世真相 都是一种幻觉 所以 在千变万化的境界当中 你得要练功夫 练什么 练不动 不被外面 环境所动 佛在论言经常讲 你能够这样子修 修成功了 你就能转境界了 你要先跟着 外面境界动了 你被环境转了 你被环境转 你很苦啊 你不动的时候 你能转境界 那你很自在 你很快乐 若能转境 则同如来 这个如来是两个意思 双观语 一个是讲自信 如来是自信 一个是讲 已经修行正道 如来果位的人 明信皆信的人 他们自在 他们不会为 外面境界所动 怎样 不被外境所传 外面顺境 没有贪恋 外面的逆境 没有诚惠 你就不为他所动了 毁谤你的人 侮辱你的人 陷害你的人 若无其死 心里头 迹象都不落 你成功了 你转境界了 你不但不去怨恨他 你还很感激他 为什么呢 像他来考试一样 来考考你 看看你动不动心 果然不动 通过了 这好老实 我自己没受伤害 他也不造罪业 对他也有好处 如果我一生气的时候 我还要报复他的时候 彼此双方都受害 你看 你一个念头 正念的时候 双方都得理 一个不正念头 双方都伤害了 这就是不为境界所转 你能转境界 也就是在境界里头 你能够把七情五欲放下来 那是什么 智慧做主 你得大自在了 阿 尼 陀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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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